南韓的國家情報院表示 北韓正在籌備要發動恐怖攻擊 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 他自己國內的百姓 餓死的民眾增加了三倍 輕生率高出了四成 今天我要請教靖庭哥了 金正恩到底還要多瘋狂啊 金正恩恐怕又在進行 他的極限施壓的這個手段 南韓這個國家情報院 算是他們韓國境內情報 最高指導的這個單位 他們的情資掌握發現說 北韓現在恐怕正在策劃 一連串的恐怖攻擊的發動行為 尤其這些恐怖攻擊 它可能會包括哪些 韓國以外的據點 韓國在中國以及中東地區 還有俄羅斯還有東南亞 這些駐外的使館 恐怕有五個地方 可能會把北韓成為北韓的目標 把韓國的國民 視為他的攻擊的對象 這五個國家包括剛剛講的 甚至有在東南亞的 像遼國跟越南 像俄羅斯的海參威 中國的話有在遼寧的這個瀋陽 因為遼寧瀋陽跟俄羅斯的海參威 它有地緣位置的這個關係 地理位置比較近 那這個遼國跟東南亞的遼國 跟這個柬埔寨那邊還有越南 尤其是遼國跟越南 大概都跟北韓長期有這種 共產黨的這個盟友關係 那中東地區就更不用說了 在這個以色列加薩衝突的時候 一直被懷疑說哈馬斯 他們使用的這個北韓的武器 在今年1月和去年年底都有發現 包括他的這個砲彈 一次都是用北韓的這個武器 所以這些地方 韓國已經訓令當地的 駐外的領事館或是總領事館 你們要把你們的層級 從第四層的這個關注 提升到第二層的警戒 他們有這個關注 注意 警戒 然後這個到最高級的 這樣一個階段 所以提升到第二級的警戒階段 也就表示說南韓國家情報院 他們所掌握的這些情報消息 他們不敢大意 得知說恐怕這個北韓 就真的會對這些駐外的使館 對這些韓國人 這個發動不利 為什麼 其來有志你知道嗎 一方面是 之前北韓他們派了很多的精英分子 精英分子在各個北韓的 所有的外館 還有很多的這個地方 都包括留學生 還有這些有錢人 中產階級 還有這個使館工作人員 然後後來金正恩這幾年 要訓令他們回來 結果發現他們不太願意回北韓 後來北韓的這個情報單位 他們就故意跟這個金正恩報告說 因為韓國在後面扯後腿 然後死利有這些外部因素 所以後來金正恩跟北韓勞動黨中央 他們就決定說那我們要報復 就針對韓國報復 所以才會有傳出這樣一個風聲出來 美國官員說 光是在今年3月 他們就發現俄羅斯他跟北韓 幫北韓運送了超過16.5萬桶的 精煉石油去給北韓 聯合國制裁北韓的國際禁令規定是 一年當中北韓接受國外的這樣一個石油 因為石油禁運 石油的這樣一個運輸到北韓 只能多50萬桶 一年50萬桶 可是一個月 俄羅斯3月份就給他16.5萬桶 你想想看 其他1 2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都不用給了嗎 超過的機率非常大 當然 而且聯合國本來在北韓 有監管他的所謂的武器禁運 石油禁運 各鄉被封鎖制裁的官員 監測他的這個官員 結果沒有想到 本來這個延長在北韓 要去監測他的這個小組 在聯合國投票表決 說這個要要求說 北韓特別要再把這個監控的時間拉長 俄羅斯竟然是投否決 他反對 反對這個國際間的對這個北韓的監控 小組立刻他的工作取消 所以這代表什麼 你俄羅斯是不是一直在幫北韓 也難怪北韓能夠聽你俄羅斯老大哥的 你是不是背後手牽手 對啊 你要打烏克蘭 手牽手給你炮彈 給你彈藥 你要這個以色列跟哈馬斯有一些衝突 那我就給你哈馬斯東西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最近 開始轉向公開的一個敵退政策 這個敵退政策 他的這個行為的挑釁 目前還鎖定在說 可能會比較說以往更具有侵略性 那金正恩的個性因為你摸不著 你不像他的這個爸爸跟爺爺 金正日到金日成 這些他的祖父都會有一些 比較能夠可預測性的 金正恩沒有人摸得吃 他到底在想什麼 所以外界就很嚴肅的看待說 北韓這幾個月 可能對南韓採取某種形式的 一個致命軍事行動 那什麼致命軍事行動 大家也會猜 那軍事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是南北韓的海上的分界線 白領島跟鹽平島都在 這個韓國的海域之間 記不記得金正恩還沒上台之前 剛開始要鞏固政權以前 他的老爸還在病危期間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就可以親自策劃一場 砲擊鹽平島的這個事情 所以在南北韓的這個 海上的分界這個海域 鹽平島 白領島 還有包括當年的這個天安劍事件 也都是在附近 所以從軍事的角度來看 南北韓 兩韓的這個朝鮮半島 緊張情勢如果升高的話 除了南韓軍方 他會偵測到一些 不明巡弋飛彈 大概這上個月他就有偵測到 北韓正在研發 新一代的戰略巡弋飛彈 火箭331 而且進行首次的這個測試 這是第一次用這個固態燃料 他裝設到北韓的這個巡弋飛彈的 而且射程提高 精度也提高 他也對這個鹽平島附近的海域 發射了這個200枚炮彈 在今年1月就被發現到 就有這種狀況 所以金正恩會不會突然升高 這些火炮還有彈藥的 這樣的一個實彈射擊 加大對韓國的 這樣的一個威懾跟壓力 而且在1月13號的時候 北韓還片面宣佈廢除了這個 南北韓 兩韓的 和平統一的一個國家機構 這會令人緊張 是啊 再加上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韓媒中央日報 曾經報導說這個脫北者 有一個脫北者在朝鮮的 這個黃海南道拍攝了說 遇上了這個嚴重饑荒的民眾 有一個身材瘦弱的這個男子 躺在街上 即將快餓死了這個畫面 根據統計 在北韓因為這幾年的大饑荒 餓死的民眾已經增加了三倍 然後自殺率已經高出了40% 所以有人就講說 北韓天天在發展 他的核武跟軍事力量 因為北韓是一個主體思想 先軍政治的一個國家 所以什麼事情都要先供應他們 他們寧可要核子 不要褲子 但是民眾就講 如果說你要這個 晉升為這個核超級強國 或軍事強國 要為了製造核武器 但是老百姓都已經沒有辦法 到了沒有辦法虎口的境地 你到時候沒有人民 沒有軍力 沒有這些老百姓 然後沒有人從軍打仗怎麼辦 如果能夠從你發展核武 和軍事武器的費用預算當中 你撥1%的發展核武 核四豹或是巡迷飛彈 不過1%給老百姓用他的名聲 或者是經濟的話 就不會有人惡婚或惡死的 情況發生 是 看到這個案例 大家都知道說 如果今天金正恩會想到老百姓 會把錢挪到老百姓 去照顧他們的這樣一個生活的話 我跟你講他就不叫金正恩了 剛剛其實靖平哥也特別提到了說 北韓現在其實都在敘事待發 有一些吉祥 包括他去撕毀了軍事協議 包括他在南北韓的交界附近 放了好多的地雷 對 在南北韓中間的軍事區 北韓從去年年底11月左右 就開始單方面的宣布要撕毀 919的這個軍事協議 919的軍事協議就是 他們本來有很多的軍事哨所要廢棄的 然後減少在南北韓 DNZ的這個非軍事區的 他的一個駐軍的這個軍力 但自從去年11月 北韓官方片面宣布撕毀這個協議之後 他開始就陸續在南北韓的交界處 這個停戰區附近 還有這個軍事的這個區 非軍事區附近 修復了10處本來荒廢 廢棄的軍事監視哨所 把那個軍事哨所都修復好了 然後重新再派人進去 當時那個協議還在的時候 不只是要廢棄這些軍事哨所 還要刪人 現在你把它恢復了 然後又把人再派出進去 這不是反其道而行 你想幹嘛嗎 對 還有不只這樣 後來在韓國軍方這個 2023年去年12月 他用肉眼去整個監控發現 直接用肉視就可以確認說 北韓當時正在陸陸續續 在連接南北韓的兩側的這個道路 主要的道路它都埋設地雷 他不怕你看 他就是哒哒哒的給你這樣擺下去 所以這是不是企圖要阻斷 美國跟韓國 萬一說如果所有可能 南北韓朝鮮半島統一的連結 因為他們一直擔心說 美國跟駐韓美軍 還有這個美軍 那個韓國的軍隊 如果這個揮軍北上的話 從南北韓飛軍事區 或是相關的這個長驅直路 那道路不是很危險 他開始鋪地了 就是有點阻斷的這樣措施 4月25號的時候 朝鮮人民革命軍的 這個92週年的這個成軍紀念日 金正恩還跑去那邊視察 然後去那邊看這個 他的部隊的這個現場 這個其中有240毫米的 多管火箭系統 是北韓自己研發的 他在俄乌戰士的時候 還提供俄羅斯大量的 這樣的一個系列的武器 而且他在這個 金日成綜合軍事大學裡面 當場就演講說 我會培養更多的軍事指揮官 唯有更多的軍事指揮官 才能讓我軍 就是北韓人民軍 勞動黨的人民軍 能夠有更多的戰力 才能夠打勝仗 然後為了堅強國家的戰力 所以要讓敵人更恐懼 所以他要培養更多指揮官 如果你是朝向和平的 這個狀況的前進的話 那你怎麼會想說 鋪地雷 設哨所 然後培養更多指揮官 好像感覺你要開始 戰雲密布一觸擊八 你要開始為打仗準備 而且不只這樣 北韓還故意 我覺得真的是很故意 故意要棄美國 然後故意要秀給國際看 國際不是制裁他 北韓就算你競爭 你是北韓領導人 你也不能太好說 偏偏他在今年4月25日 去訪問剛剛講的 這個金日成綜合軍事大學的時候 他就故意一口氣展示了他 金正恩 金家王朝 所擁有的18輛的進口豪華車子 當中包括Toyota的 Lasers都有 還有普丁之前送他 在今年2月送給他的一個 俄羅斯產的最高級的汽車 奧魯斯 奧魯斯的汽車 你們看到 金正恩故意展示出來 這象徵什麼 我剛剛說聯合國在制裁北韓 國際在制裁他 你故意秀出了十幾輛的豪車 你就是棄美國 然後你就是故意棄聯合國 秀給聯合國看 你封鎖不了我 我就是能夠拿到這麼多的車 我就是想辦法你封鎖我 我還是拿得到Toyota 我還是拿得到Lasers 我還是連普丁都會送我車 你能拿我如何 所以也表露了金正恩 今後是不是要跟俄羅斯 聯手反美的這個意思 所以有鑑於這種情勢升高的狀況 美國海軍部長戴杜羅 他就有說 考慮到保護美國 跟他的這個盟友 不要受到這個軍事增強的實力 已經在逐漸增強當中的 這個中國大陸和北韓的威脅 在印太地區 他們要部署更多 海基型的防空飛彈 哪些防空飛彈 包括這個標準三型的這個 攔截飛彈 標準三型他們就是把它想要用到 一個太風的這個系統 太風系統把這個本來是海上 裝在神盾艦上面 攔截了各式的這個北韓的 地對地的這個彈道飛彈 他本來是裝在神盾艦軍艦上 他要把這一種的這個標山 放在了這個陸地上 改成陸基型的 形成他新的太風防禦系統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針對中國大陸和北韓而來 所以其實美國看在眼裡 雖然嘴巴不講 但是也在做準備 對 政界 雙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悬案 風紀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五七失望網 真相不漏網